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建藏哈佛大学图书馆拍摄时间在1920年前后 尽管这些琴枪照片都是黑白两色 且为摆拍 但是人物穿戴 扮相等非常清晰 有的甚至可以依据当代戏区舞台的演出 推断出人物和剧目来 虚声 黑头 轻衣 武生 武花脸 武蛋 八蛋 刀马蛋 除了丑爵 一个戏般的主要行当拍起来 花脸比较多 可能摄影师对脸谱更有兴趣 另外 行头和穿戴清晰得很 除了铃子 玉带 套级比较差之外 大多数的行头基本都完好 从光亮度看 足有八成心 这些艺人可能是来自一个规模比较大 营业水平较好 实力不差 驻场兰州某戏院的戏斑 艺人们的共同特点是瘦 真正的虎兽如采 胳膊伸出来不认直视 面部骨骼分明可见 生境还好 但觉临巡异常 看多了 有鬼魅重生之感 兰州的当红艺人尚且如此 东路邦子文中所描述的班舍 经常是料地演出 这些农村艺人境况之惨不难想象 这些艺人能够被摄影师选做拍摄对象 可能他们本就是那时活跃在兰州的勤枪艺人中 红极一时的名家 他们现在早已作古 不可能知道自己的剧照留存至今 在网络上轻松传播 让我有机会得亏百年前兰州勤枪的样子 主题相近 但时代不同的文字 图片放在一起阅读 相互参照 互相补充 注视 读起来别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眼前如有嘈杂的园子 古朴的戏台 翻打扑跌的一人 耳边如有琴枪 铿枪 苍凉的回声传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